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苏门达腊的热点增加 风向改变把烟霾吹向我国 本地空气素质下降 截至傍晚6点 全岛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介于67到121之间 政府宣布设立跨机构工作小组应对烟霾 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 东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在早上7点飙升到102点 中部地区也在上午11点超过100点 南部地区在傍晚6点指数也破百 陷入不健康水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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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Że 感谢观看